大家好,我是混水,欢迎留言分享,comment,like,share 最重要就是按一按订阅的小铃铛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金融黑幕内幕真相和分析 还有一些经济学的知识的话,欢迎订阅我的Patreon 30万的免息分期个人理财信用卡裁技已经成为了过去 最新是已经可以去到52万或以上的超级裁技 除了可以立即帮大家免息分期,可以拿到这52万的流动资金之外 也都有其中的15万是可以好像永续机那样择住数,不需要立即去找数 这种的52万财技是在现在经济更加困难,甚至乎河洞潮发生的势度 是可以帮助到更加多人去度过经济难关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欢迎订阅我的Patreon了解更加多 我亦都开通了Payme的点唱和打赏服务 亦都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我们今天就讲一下中环中芯的最新发展和一些新闻消息 话说池带大王陈炳志中环中芯最后的两层单位获14亿合球 全买家就是这个银行DBS 中环中芯就一直都成为了大家的关心焦点 因为这一栋物业都不得不提就是成哥真是非常之厉害 就是他将这一栋物业脱了手 就给一堆的物业炒家财团 这一堆的物业炒家所组成的财团 大家基本上都知道是输钱 是没可能赢钱 关键就是在于输多少 输少就当赢的 我们讲这一栋物业的背景之前 我们可能就由一些基本的资料慢慢去讲起 其实近年一些香港的甲级商业地段的单位 都是不停有一个下跌的趋势 那个跌幅有几个原因 第一当然是移民潮有很多人走了 第二就是不单止那些人走了 甚至公司也走了 有很大量的撤资 所以很多公司也走了 第三就是以前的中环 除了有一些的外国资金之外 也有很多的中资 但是中资都是面对着经营的压力 就不停炒人 也缩减他们的规模 甚至乎以前的那个世界做金融就知道 很多人都会拿甲级社志楼去搭爬 搭个鸡棚 就做大整个门面 然后就骗更多的水雨 但是因为真的没了水雨 大家都没钱 所以搭鸡棚的那班人都走了 那剩下的就是一些相对神力比较红口的人 又或者还有一些的严慕在香港会发展的机构 或者公司 外资有些 中资有些 港资就应该是占得比较多些 但是港资其实都是面对着大大小小的压力的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疫情的而且确都是影响了大家的工作模式 因为大部分的公司都已经行惯了work from home这个模式 也就算不work from home 都情愿可能是在办公室那里做一些mobile desking 譬如一些大型的银行 十几年前我以前上班的时候都已经是mobile desking 就是你没有一个固定坐在这里的位置的 那就有很多 好像自修室那样 你带你部电脑你去插个电键 那个位置就是属于你的 然后你就是在这些流动的写字台上面去做事 以前在十几年前都有一个这样的倾向 在一些比较有规模的大公司 他们都是这样去省一些空间上面的资源 但是疫情的时候也都更加将这一样东西做得再极致一点 因为你个人都基本上不在office都可以工作到的话 对于office的需求也都下降了很多 都未计我们讲到供应面 在中环是有两栋超级大的写字楼就已经起好做了 也都要照做了 就是长江的二旗和Handerson 两栋都已经起好了 夹级定位 到底你可以开到多少钱 有多少人去愿意招租呢 所以这些大量的供应释放 也都令到整个商业物业的市场 都是面对很多的压力的 无论是一些买卖的压力 还是放租都有压力的 现在是买家市场 或者是租的用家市场 他们那个barketing tower很大 而中环中心呢 它当然不是最差的商业物业 但是它也都不是去到我们想到超甲级的那一种 所以它就是一种处于中间位置的半甲级写字楼 但是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配套 地理位置 还有它也有太久的历史 也都以前中环中心上班 坦白说设施都有些些陈旧 它不是说最一级的那一种写字楼 所以很多人买完之后都发现不对路是合理的 那我们说回这一宗交易 这一宗交易暂时都是一个市场传闻 暂时就没有任何确实的信息 在这一刻是没有确实的信息 而那个赤价的而且确是比想像中高很多 那现在那个赤价全的成交就是2.8万元尺 那就和上一个天价的低价成交都挺差天共地 差了超过一倍 因为上一个天价低价的成交就是在做1.3万元 那现在居然就全2.8万元 那都限制了大部分人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困难呢 那我们都比较一下两个potential的交易 一个就未发生的一个就发生了 那1.3万元尺的那个交易就是一位90岁的老伯伯 就沽了出来的 那我想那位90岁的老伯伯 都是想要多些钱 也不想再在这个炒家坟墙那里初陀岁月 所以他就用这个低价就沽了出去 那这个90岁的老伯伯 他那首货就不是来自成哥 因为成哥是将那一首货给了一个财团 那个财团就由一些物业炒家去接货 那这位伯伯就不是那个财团的一份子 他的那首货就应该是来自那个财团里面的其中一个 的成分者、持份人叫做蔡志忠 那蔡志忠他拿了全层之后 也都将他的那个物业拆小了 那所以呢 如果真是计算个位90岁800 他辜货的那个13000元呢 其实就不是一个最好的情况 因为他拆小了之后 那个实用的比率就一定是下降了 那还有也都令到那个可以空间发挥的可能性是低了 而且也都不是一个高层的单位 那凡子种种呢 也都可以质面地去解释 就是为什么那个价位跌得这么厉害 那当然最主要就是因为 整个天市地理都是不对 因为高息环境 接着移民潮、经济疲弱 这些是最主要的因素 但是如果你说那个物业的质素的话 其实他都不是一个最好的状态 那就对比回陈炳志 现在全外会放售那两层的物业 那两层的物业就是一个的高层单位 第二就是没有做任何插售 那现在的那个业主 都是挺有商业上面的名誉 做着一些co-working space 那也都有时候有一些的上市公司 可能要找一个地方去开股东会 他都会用到这一间的企业 那所以那个用家 或者那个tenant 本身都算是不错的 那如果真的有一个下家去接了手的话 谈到逐租的话 其实都不是一个太差的状况 那因为他上手就是做这些co-working space 那你做co-working space 假如真的要变回做自住的或者自用的 变回做那个买家的自己用来做的商业用途 现在全是DBS 那我觉得DBS可能他都会自用 未必会再租出去 假如那个租药完了的话 其实那个转变 又或者那个过渡期 都会是简单一点的 就是因为本身整个格局 都是办公室到向 做co-working space 那如果你收回自己用 理论上你都不需要大执太多东西 那变相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考虑 那我都要强调现在是一个市传 那而13000元和28000元 的确是有很多令人怀疑的地方 就算我刚才所说 就是譬如这个是高层和低层的差别 又或者是一个实用面积的差别 又或者那个condition 有没有拆小的差别都好 你都很难证明到 为什么会有13000元超过一倍 就是你超过一倍那样东西 你是很难去解释的 那我们只能够就移中留情 因为始终DBS它本身 都是一个银行 那我相信它和大部分 现在你可以说得出名的炒家 都一定是会有所接触的了 因为本身这一堆炒家 它们不是在做什么财团的融资 又或者是找那些buy side 去做的融资单位 通常都是用银行 那用开的银行 能够批到那么大条线的 就是在香港不是那么多间的 那个圈子很小 所以你都不排除就是 假如这个2.8万元尺的 尺价成交是做得到的话 其实背后可能有很多我们不为人知的东西 那可能这一宗交易 我把标价抹高了一点 接着可能下一宗交易 你又不知道可能把某些 有价值的资资就按给我 可能有些鼓励精怪的东西 但其实都可以是合法的 这一道不能够去传插太多 但13000 突然间跳跃到2.8万 实在太夸张了 这个升幅 那当然这个升幅 就不得不提就是汤文亮 汤文亮就存定了一口气 基本上汤文亮就现在很牙刹 就说之前我被人笑到面黄 就说什么好输十几亿 那现在我吐气阳尾了 那我们可以看他最新的说法 他说今早就开礼会 有一个同事就说了 传闻就确认了DBS 就和陈炳治买入两层的中环中心 平均尺价就28000 那相比于两三星期前的 成交尺价就13000 大幅上升了15000 或者是去到115% 那我就总算套了一口的汤气 那同事说得没错的 这两三个礼拜我就被人笑到面黄了 又说我和成哥对赌一定输得 其实楼私下跌就是大势所趋来的 楼市比高峰期的时候就跌了27% 今天所买的那两层只不过是蚀了15% 这个价钱和我们平均的买入价来算 都仍是有微利的 那今次就真是喝得杯浪了 很多人都不知道 中环中心就真的做到中环的 就不是很坏 世界第61高 香港第五高 小业主可以买得到的甲级写字楼 如果中环中心是13000尺 那其他商就好相而知 那基本上就是吐气阳尾 而中环中心 你说它在中环都真的很尴尬 它完全是中环和上环交界 你中环走过去 你都可能要走四至五分钟 你上环走过去 都可能是走四至五分钟 其实是一个交界 它不是完全是中环的核心地段 但是至少现在它的账面 就不需要输那么多 如果这个石膠真的发生了 因为如果它要输那么多 它之前的文章也有说过 就是现在它们几位集团 平均的买入总赤价成本 就大概是八千元左右 八千元的防守力都挺强的 但是如果真的输到13000 然后13000再跌到一两成 那就真的突破了它的防守线 那现在它八千元整个 它们的机构总成本的平均赤价 其实也算是有险可守 但是如果真的去到28000 的话它就还有机会 是有一个微赚 但是这个28000 有没有机会去真的成交呢 我就真的拭目以待 因为你很难解释得到 为什么上一个成交是跌了那么多 然后下一个成交是会有倍数的升幅 它超过一倍的升幅 这一样东西是很难去解释得到的 还有我们也可以回忆一下 就是汤文亮他一个星期前的一些文章的说法 他又写过一篇文叫做 嘲笑别人输钱的人就不敢赢钱 那今天就开例会了 同事就说了 昨天在中环中心有一个低价成交 那今早就收到不少 为问其实就是嘲笑 就问我老板就为什么这么失策 同事就已经解释了 我们公司是有50万呎甲级写字楼 包括中环中心平均赤价是8000元 如果船头怕跪船尾怕拆的话 那我们又怎么会存到50万呎甲级写字楼 就打电话给他的人就立即收口 那很多人都不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笑别人输钱自己就不敢赢钱 楼价下跌的时候 很多没楼的人就嘲笑拿货的业主 那多口问一句 这些人以后都敢不敢买楼先 那他就有这样的文章 之后也有很多很好的文章 可以值得大家去看看 因为娱乐性十足 比如他有一篇文章就说 call loan会令到银行有更加多的坏账 那他就说 今天就和一帮人去游艇会吃饭 就说起call loan 那他就说 我说银行就不是低低的乏一波 而是认清形势 因为call loan只会令到楼价下跌 已经有银行预测楼价会跌三成 原学家甚至预测会跌五成 如果在银行call loan的话 业主被迫买楼的话 就会令到楼价下跌 因为楼价下跌 银行就会将那些原本不用被call loan的客户都call loan 那些call loan的人就被迫 就要买楼 银行又不敢做生意 那楼价就会急跌 最后就会令到银行出现坏账 银行看到客户 资不抵债就会越call越急 就是基本上是说那个死亡螺旋 就是你越call loan 那些楼就会跌得这么快 又会trigger更多的call loan 更多的call loan 又会被迫辜负 又会令到银行的生命链就还原 那有很多这样的说法 就会帮自己去逗底 都挺有趣的 那我都建议大家如果有空没有东西 都当是一篇娱乐性的文章去看 都也无不可 因为我自己都很喜欢看他写的东西 因为都真的娱乐性丰富 那如果你不看不要紧 我会有时间中读一读出来 就是一些楼仕啦啦队的一些想法 那都可以给到一些insight大家的 首先希望大家可以多些comment like share 和按一按订阅的钟 这个是非常之重要的 除此之外 我们亦都有一个youtube80元的会员计划 这个80元的会员计划 是会解答大家所有的问题 所以feel free去问 我们每一个礼拜都会解答的 你问我们几条问题 留几次言 我们都是会解答的 那是非常之划的 你问我们100条问题 我们都是会解答你100条问题的 除此之外 我们亦都有一个paymecode 就放在影片的左上角 同一时间也都放在留言和caption那里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这一条片做得好的话 希望都可以打赏一下我们 亦都多谢打赏了我们的朋友 那我们这个payme 亦都有一个点上的环节 即是只要你在payme里面输入一些你想我们说的讯息出去 我们就会透过这个平台去说出去 所以希望大家都善用这个点唱服务 除此之外 我亦都有一个patreon的订阅产品 里面是有很多黑幕内幕和独家分析 甚至乎我现在做的奇人谈都会找不同的嘉宾做的访问 亦都有不方便公开讨论的黑幕资讯 亦都可以在patreon上面看得到 亦都有很多的电子书、杂志和精彩的内容 每个礼拜都会有一个绝密爆是非的patreon youtube 希望大家都可以订阅一下我的patreon 最近我最受欢迎的内容是教别人如何透过信用卡财技 可以套现超过52万 一个52万财技是可以免息分期付款 而且亦都有15万是可以不需要找数的 如果大家想在一个经济这么困难 现金周转这么困难的时候去解决这个延微之急 欢迎去我的patreon那里订阅一下了解多些 还有一些税项的财技也可以教大家 我亦都有一个fortune insight的订阅产品 里面是有很多我独家分析上市公司股票的内幕 以及一些即市上面的操作 至于90后投资经理阿妍 亦都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投资经理 他自己亦都有他一套的方法去认对现在港股和美股一个很艰难的市况 他用的那一套方法就是event driven approach 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市况感到迷茫 亦都不知道怎样去做的话 欢迎去填一填那张Google Form 去联络一下阿妍 那张Google Form 亦都是可以在我们这一个平台那里就找得到的 亦都有一条的Google link 大家可以在caption那里 就可以和他私下联络 就无需经过我的 我亦都相信今年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窗户 如果大家没办法把握到今年这个市况的话 之后就会更加难硬 希望大家可以互相抵礼互相共勉